英国现在真的是遇上了一个大麻烦了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对于台湾问题来说 这个是中国的内政是绝对不允许 台湾独立的 然后中国也必将会统一 但是我们来看到现在英国是和美国德州一样 要面临到分裂的问题咯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放到你自己头上来 英国自己头上来 你该怎么样处理 来看到这个是英国的这个爱尔北爱尔兰的新分党的副主席 叫做Michelle奥尼尔 她是当选了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女生她的表弟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而且都死于和英国军队的武装冲突当中 所以呢现在她有消息表示说会举行公投来脱离英国 要与爱尔兰来重新统一 其实我去看了一下 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联动到美国来讲 美国在三千万人当中呢 美国有三千万人都是爱尔兰裔 所以说您还记得吗 当时拜登对苏纳克还有对于那个前任的那个首相很严格 说你要妥善的处理北爱尔兰协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完全就是一个他自己就是爱尔兰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您觉得现在民族党的新分党人当选了 也要说要举行公投来脱离英国 您觉得爱尔兰统一真的会提上日程吗 如果是把宗教啊各方面的因素连接到一起来讲的话 我跟你讲啊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为什么这么特别 你知道吗 你认得英国人的抗出英国护照 你知道英国的国名是什么吗 英国护照上面写的很奇怪 我不晓得你 你在西纪来常看到英国护照了 这个没有讲他的名称叫The United Kingdoms and Northern Ireland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在网路上可以随便找找 对这里面的话 第一个什么叫做英国 什么叫做英国 什么叫Citizens of United Kingdoms 然后什么叫做United Kingdoms and Northern Ireland 这是四个阶段的英国历史 我们统称为英国其实是错误的 我们通常讲英俄三岛也不见得正确 如果你讲英俄三岛是United Kingdoms 就没有想到 Northern Ireland就北爱尔兰 我跟你讲 英国人最失败的地方啊 就是他殖民了爱尔兰岛 其实啊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我隔壁一个很好的朋友 是爱尔兰在美国航空母舰上的一个神父 他每一次跟我讲到说是 他自己亲口跟我讲 他讲到爱尔兰被英国殖民700多年的过程当中 完完全全是天主教会救了这个爱尔兰人 因为他们是Galic的 他们本身来讲种族不同 但是英国本身来讲的 强迫他们讲英文 爱尔兰的语言呢 能够维持啊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教会 因为爱尔兰的教会 我跟你讲非常有趣 爱尔兰人比英格兰人 还早相信了基督教 所以从爱尔兰的角度 在西元五世界的时候 他们就有人了 从爱尔兰派到欧陆这边来传教啊 什么各方面 很早很早很早 嗯 他们今天这个语言啊 文化能够维持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的天主教教会 所以爱尔兰本身来讲 他们唯一抵抗的方法 跟现在加萨走廊的一样 妈妈拼命生孩子 没别的办法 以前呢有个电影啊 非常有名的英国大明星演的 就In the name of father 大家有空去看一看 就知道我在留学的过程当中 哇那个IRA人 就是你一听到他奥康奈尔就知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最近刚死叫 他们就是 他们因为他们的Galic的语言当中的话 叫了爱尔兰语的发声音的名字 他们会非常强调自己的独立自主 北爱尔兰呢 当初呢要独立的时候 爱尔兰要独立的时候呢 整个东西南的爱尔兰 都是所谓的Gentry class of Gentry 就是大地主 只有北爱尔兰呢 是从苏格兰来了很多的新教徒 记得是苏格兰来的新教徒 然后这些呢一公民投票票决的时候呢 北爱尔兰呢就要独立自主 然后呢爱尔兰呢本身呢 在整个投票过程当中呢 英国人就是做了很多这个花样 那英国人当然搞这套很厉害 所以说呢产生了一个结果呢 就北爱尔兰呢就跟英国合并了 北爱尔兰跟英国合并以后呢 这爱尔兰呢就分裂了 所以那个新分党 IRA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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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Republic Army 它这个中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Republic 因为英国是这个这个Monarchy 他们就是强调自己是一个共和国 共和国 所以叫爱尔兰共和国 你要知道这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都非常非常有意思 而构成了英国非常大的困难 IRA基本上在抗议英国的时候 不但是不要命的 而且基本上的话呢 谁大了就炸谁呀 Tayshir Thatcher Margaret Thatcher 所下榻的旅馆都被IRA炸过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这个 In the name of father这个电影里面 就讲到爱尔兰本身遭遇到的这个 困难的情况 所以搞到爱尔兰这个共和军最后 必须要杀自己的内奸的这种情况下 非常非常激烈 他们甚至为了对抗英国 还支持巴勒斯战人 什么什么的都是 好了 那么英国本身现在所面对的情况 他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英国的优越感本身来讲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看不起欧洲 然后其他的苏格兰人 爱尔兰跟他又有仇 所以说英国每次都搞出 英国现在本身的话 必须要抱紧美国大腿 因为你不抱紧大腿的话 英国现在一个人搞不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讲 因为在新西兰跟澳大利亚 他们本身国际上都有英国国企 就是原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那他们本身来讲的话 在英国现在的做法上来讲 只剩下这种很虚幻的优越感 除此之外啥都没有 因为你又强调民主 然后北爱尔兰 北爱尔兰跟爱尔兰之间会 这个考虑统一的原因 是英国脱欧以后 北爱尔兰变成还算不算英国呢 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本来就同样的人 对不对 你本来成都到南充 就是很自然的 突然变成两个不同国家 在这个构造很大了 不同国家还好 关税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就是对这个爱尔兰来讲 构成极大的麻烦 所以苏格兰现在想赶快独立以后 加入欧盟 那英国就是说 本来 Great Britain 这个Britain没有什么好Great 就是加上了威尔斯 所以英国加上威尔斯变成Britain 他加上一个Great Britain 觉得好听一点 但是实际上讲起来 这个日不落帝国 现在应该改名叫日落帝国 就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说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北爱尔兰情况 我认为说 他们至少会尝试一下吧 至少会尝一下 所以大家想知道 你们详细细节的话 可以去看看In the name of father 以父亲之名 看这个电影就了解 爱人有多么恨英国人 是这样的情况 好感谢我们的院教授 提供一个电影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下 对对对 日不落帝国到日落帝国 这个男主角很棒 男主角就是演林肯最近得了终身成就奖的这个 哦是 然后大家去发 大家去看一看 包括英国 他其实不叫英国 他的每一个地方的地名 如果是你用英文翻译的话 非常有意思 而且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对对对 对对吗